这个羊鸡梗的花类也越来越大了 上次给它喷完之后已经有好几天了 再给它喷点这个磷酸二青甲 这一盆这个羊鸡梗它的这个枝条很高 然后这一个的话都感觉像有点塌下去了 可能要稍微给它做一下支撑 因为到时候它的这个花朵是非常大的 如果不做支撑的话 它的这个枝条非常瘦漏 就容易倒下来就不好看 我就用这个园艺铁丝给它们做一下支撑 OK搞定 再来看一下这个百合 这个百合现在运的这个花类是越来越大 看样子要不了多久 就可以开出漂亮的花来给我看咯 这个球根类的花卉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好养 把它种下去之后 如果是在室外养的话 连浇水都不怎么用浇水 我的这两盆一直都是在室外养的 而且我们这里又经常在下雨 所以的话都没怎么给它浇过水 除非是连续勤了好几天 这个土实在是太干了 然后这个太阳一晒 这个叶子都有点粘下来的时候 我再给它浇透水 如果是在阳台上面种的话 那么这个浇水和露台养是不同的 因为阳台上面它的通风和光照都没有室外好 而且又淋不到雨 老天没办法给你浇水 不过涂好的话 在室内浇水也是比较简单的 因为这个百合普遍都会用这种又深又大的盆来种 这样的话它开的花才会更漂亮 那么问题又来了 如果这个土不好的话 你浇水又太频繁的话 那么这个百合是比较容易烂的 如果土好的话就比较简单了 就是偶尔去提一下这个花盆 如果发现它比较轻了 那就把它浇透了就可以了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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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